賀夫的手太長了 以為這是躲不掉這球了 藍底下這個球又被賀夫打下來 賀夫再進去就像一隻掃把一樣 賀夫選擇三種外線的嘗試出手技 所以為什麼今年我們說育龍會很少的把賀夫找來 賀夫背框的一個轉身 這球閃過去了 所以這個來講可以看Nebel想協防 這個球直接被賀夫給擋下來 賀夫今天真的單純是門神的角色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賀夫 他能夠一場比賽有這麼多的火鍋的風景 他的機動性實在是太快太好 他從落車邊協防到這個球邊之後 可以看到速度有多快 賀夫進去一個大墊步上籃得分 這就是我們說賀夫的機動性 他不只會在外圍的出手 進攻籃板掌握在台銀的手上 籃下再起於前來被擋下來 張博森今天打得非常有企圖性 但是命中率並不高 回過頭來讓賀夫得到了兩分 然後兩位數 台銀落後兩位數 最主要是郭少傑 在第三節的一個優異的表現 賀夫來囉 葛基豪跳起來找人 再交給賀夫遠距離的三分球 鋸 現在要交一個暫停了 必須要交一個暫停的台銀 賀夫這個三分球投進之後 運動隊在第四節領勝分數 來到了七分了 三個球權的差距 算是一個比較安全的距離 現在許之超教練要請求一個暫停 同樣吸引到對方去包夾 葛基豪之後 陳國偉這球應該再對上去一點 他不能讓賀夫有空檔出的機會 陳國偉這球會沉退 他沒有對上來 一定要對上 劉偉辰帶到罰球線 球在到底角 陳國偉 這個出手被干擾到了 球交給賀夫 面對林志偉 賀夫 轉身一個勾射出手 球彈進去 好 面對老經驗的賀夫 林志偉還是沒有辦法守住 不過其實因為第一個 林志偉已經示範 第二個 還應該在賀夫在第一拍下球的時候 就可以去做到位包夾 但這次他已經拍了大概四次一下 都沒有看到任何人來去做一個包夾 你寧願讓這球轉移 讓賀夫轉移出去 再來做一個Lokai的一個防守 因為你讓賀夫這種蠶食的方式打到進去 以他的經驗 還是他的技巧來講 這兩分 不是拿到的就是半歸 是 是 好嗎 事上的用者半歸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